4月7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100票对0票的比例 决定取消美国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这份协议将送交众议院表决 两院通过后将由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案 该法案将允许美国对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商品大幅提高关税 铁和一些钢铁产品的关税可以从0%提高到20% 除美国外 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 也计划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此外 美国商务部7日发布临时拒绝令 禁止三家俄罗斯航空公司接收从美国出口的零部件 这是自俄乌冲突以来 美国商务部首次对俄罗斯涉嫌违反出口管制的行为采取行动惩罚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项命令将导致俄罗斯航空公司基本上无法继续在国际或国内飞行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发言人4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由于佩洛西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由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前往亚洲的计划将推迟 佩洛西在当日早些时候宣布确诊新冠 她表示自己已接种两剂疫苗和加强针 目前无症状 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导进行自我隔离 美国联邦参议员7日表决通过 同意凯坦级吉克逊出任大法官 她也是美国史上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身兼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贺锦丽亲赴国会主持这项投票 杰克逊获得全体民主党议员支持 多数共和党员投下反对票 柯林斯、罗姆尼与木考斯基三人跑票支持杰克逊 投票结果为53票支持 47票反对 顺利通过 白宫预告 美国总统拜登、贺锦丽与杰克逊稍晚将发表谈话 据KTLA54月6日的报道 南加州城县展开了近16年来最大的一次基督行动 警方表示他们在3月17日拦下了一辆从普安纳公园移出住宅驶离的小型货车 查获了821磅冰毒、190磅可卡因和21磅芬泰尼药丸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来自普安纳公园的两名毒贩已被起诉 他们贩卖的芬泰尼剂量足以杀死470万人 现年36岁的阿尔·阿芳索·拉马斯和现年53岁的卡洛斯·雷格扎·帕德斯 被控一项持有管制物品重罪、三项出售或运输管制物品重罪等 但他们对这些指控表示不认罪 并以500万美元的保释金被拘留 初步听证会定于6月7日举行 如果所有罪名成立,两人将面临最高37年的监禁 4月7日,联合国大会有关乌克兰问题的紧急特别会议继续召开 大会以93票赞成、24票反对、58票弃权的投票结果 决定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俄罗斯外交部7日在官网发表声明称 俄方认为联合国大会4月7日在纽约通过的 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 是一个非法的和有政治动机的步骤 俄罗斯决定从2022年4月7日起 提前终止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4月7日香港特区政府向约630万名符合资格的香港市民 发放新一轮消费券计划中第一期5000港元的消费券 市民可通过四个指定处置支付工具进行领取 去年成功申请消费券的市民不用再办手续 新一轮消费券计划向每名合资格市民 分期发放总额1万港元的电子消费券 缓解市民因新冠疫情而面临的经济压力 首期5000港元消费券的有效期至10月31日 第二阶段5000港元消费券将于年中推出 据悉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囊括了香港本地零售 餐饮和服务业商户的实体以及线上店铺 如便利店 超市 餐厅 娱乐设施和公共交通等